幼可云 能修者 即 事行 是佛之佛 所修者 即 事行 做佛之佛 这两个佛 有什么差别 我们先要把它搞清楚 事行 是佛 是自信 自信 就是佛 佛 就是自信 所以从自信上来说 世尊 在华言经上讲的最多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这个一切众生 不仅仅是无人 每个人都是佛 不分男女老少 平腐贵 都是一样的 那佛说众生 众生这两个字的本意 众元活活而生起的现象 叫众生 动物是众元活活 植物也是众元活活 矿物还是众性 众元活活 包括山河大地 花草树木 没有一样不是佛 这叫世心之佛了 本来是佛了 我们迷了 迷失了自信 迷失了自信 就叫众生 就叫凡复了 凡复跟佛没差别 迷雾不同 凡复觉悟就成佛了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下面这个 世心做佛了 这是凡复回头了 我现在要做佛了 所以这个世心做佛 治佛了 那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想做佛 是不是真的成佛了 真的 问题就是这个因念心 它不能吃酒 现在在天津 在文法 这个心不错 我发心做佛 可是下面一个念头呢 它又堕落到凡复去了 问题在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现在做佛的心 要永远保持 那它这个佛跟前面 是心是佛了 就相应了 就合成一个了 那你就真的成佛了 这个话 不是开玩笑 是千争万确的事实 有什么事实 就应该做佛 我正在意识